首先我们来看乌鸡必反 它是自然的规则 我们以前要么叫黄 要么叫地 所以三黄五地 黄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伟大 很辉煌 从光的辉煌取名叫做黄 地呢 是关键性的 你看我们刮是有个地 那个地一落了 刮就熟了 非常有关键 它的势力很强的才叫地 但是秦始皇他说 我比三黄五地都要了不起 所以他就叫黄地 他是第一个叫黄地 可是有没有用 没有用 传两世就没面 起得太快 掉得又快 秦始皇的盘算是说 我要万事都是我的子孙 当黄帝 但是秦始皇一登基 就有人告诉他 王秦者胡 老讲中国人他这个前面五百年 后来五百年 他都算得很精准的 人太多了 王秦者胡 把你秦朝灭掉了 就是胡 但是他不说清楚 所以秦始皇一直认为是 匈奴那边北方的人 会把他灭掉 所以就全力去盖 忘你禅城 他就没有想到 胡就是他的儿子 叫胡亥 这个人很奇怪 我讲到这里就说 你该听得懂 你怎么讲他都听得懂 你该听得懂 他怎么讲你就听不懂 这很有意思的 你看唐太宗 也很容易告诉他 将来把你的朝代 改掉的就是姓武的人 很对啊 他就把所有姓武都抓起来 杀掉 可是旁边那个武则天 这个不算什么了 这没效了 这很奇怪 大家从这里应该去 领悟到很多东西 为什么老点不通 就是你的命运 是让你过不了这个关的 为什么一点都通 就表示你快要 脱离这个凶患了 关键在谁 在你自己 关键在自己 所以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 是有道理的 是 校优优独播剧场—— sociedade こちら